听闻的杀人手法震惊全程 这就是发生在槟城哈尔滨的连环杀人案 本片影射了常州某校发生的污染事件 在众多明星大咖的演绎下 奉献了一部精彩绝伦的国产悬疑片 冰天雪地的河面上 一个被捆住双手的赤脚大汉正在夺命狂逃 他的身后有一个手拿电锯的神秘人 神秘人不慌不忙地锯着冰面 这时男人因为忍受不了严寒而摔倒在地 他想挣脱束缚却无济于事 突然一把铁钩快速挥下 直插男人的胸口处 他被大力地拖醒着 此时来到了刚刚就好的冰洞 神秘人直接将男人扔进了冰洞里 正当他试图游上岸时 洞口被神秘人原封不动地盖上 在极其严寒的温度之下 冰面很快被冻得坚硬无比 男人最后因为水下窒息命丧当场 而没过多久 一群食人鱼出现 开始分食着男人的尸体 凶手用着极其变态的方式 让男人死去 甚至尸体都被咬得支离破碎 几天后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一个滑冰场内惊现一具尸体 负责本案的是周鹏州队长 根据其多年来的刑侦经验 他推断滑雪场绝对不是凶案的第一现场 因为此处是一个回水弯 周围还没有被凿开的痕迹 而在这位置的上游7公里处有一个大坝 死者极大可能性是在大坝附近被丢进去的 然后被河水冲去的回水弯 周队带着手下无雪前往此处勘察现场 很快他们在冰面上发现了一个正方形的图案 周队先将覆盖的血慢慢拨开 冰面上一个箭头随即显现 而在拨开箭头所指的血面上 发现了一条被拖行的血迹 这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得知 死者是一名45岁的男性 死因是溺水身亡 他的四肢和面部全部被鱼咬得干干净净 这导致他的身份无从得知 死亡时间也无法推断 可以知道的是死者冻在水中的时间不短 而他的左臂有一条15厘米长的伤口 应该是被人拖行了一段路造成的 通过解剖发现死者的胃中 含有一种名叫拱类化合物的东西 这是一种提炼稀有金属时所产生的废料 虽然有毒但是并不致命 这么做似乎多此一举 周队两人马上找到村长帮忙 因为他们得知村中有一间关闭已久的提炼厂 途中打听得知 这间厂是四个人合伙开办的 后面有一个老板出了车祸 就关门大吉了 来到后周队开始四处寻找线索 可绕了一圈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突然村长大叫着周队 原来他发现了一组脚印 看着脚印前去的方向 应该是不远处的大河堤 周队怕血越下越大掩盖证据 便开始快速跑向河堤 没想到的是 他们又来到了上次发现尸体的地方 冰河中又一具尸体沉湿水中 而尸体死亡的姿势是倒立向下的 场面显得异常诡异 经过化验报告得知 两具死者的胃中 发现了同样的拱类化合物肺料 可以确定这两场冰河抛尸案 绝对是一个人或者一伙人所 在同样的地点 用着同样的有毒物质 凶手这么做到底是何目的呢 小伙刚来到槟城哈尔滨 第一天就遇到了偷手机的犯罪团 此时小伙深入虎穴 可他却一点都不虚 还吹起了口哨 不久周队来到派出所将他保释出来 原来他是上海来的警察汪豪 此次专门来调查人口失踪案的 你怎么可以打人 对啊 他警察人可以随便打人 我投诉 我找律师 他给我打什么呀 汪豪在办公室等待的片刻 无意间发现 周队正在调查的冰河连环杀人案 竟跟自己调查的失踪案有密切关联 就在前不久 失踪人员王建设曾在本市打出一个电话 说是见老朋友 汪豪查出他当年跟另外三个人 在本市合伙开的一间金元提炼厂 现在除了王建设外 还有两个合伙人也都失踪了 汪豪觉得提炼厂里肯定有什么问题 一日清晨 周队和汪豪再次来到村里调查 可村长却显得非常不耐烦 在周队的威逼力右下 他还是带两人来到了提炼厂 而这次周队二人发现了提炼厂的秘密 厂内的排污管并不是眼前看到的管道 警方在冰河里发现的尸体正下方 才是真正的排污出口 污染了村里的水源 而污水中的拱类化合物超标 导致村里十年来 15个孩子中8个是先天残疾 先前发生的两起冰河抛尸案的死者 经过比对发现 就是当年金元提炼厂的两个合伙人 另外一个失踪人员 就是汪豪要找的王建设 现在不知所踪 而最后一个名叫翁杰的合伙人 也一直下落不明 2008年翁杰的妻儿在车祸中惨死 翁杰死里逃生最后也去了西班牙 至今没有回国的消息 在第一具死者体内的拱类化合物 让周队查到了金元提炼厂 提炼厂出现的神秘脚印 又将周队带到了第一个案发现场 发现了第二具尸体 死状非常诡异 头朝下正对着金元提炼厂的秘密排污出口 综合以上种种线索来看 凶手对当地的环境十分了解 而且一直用线索引导警方 凶手极有可能是村里孩子的家长 亦或者是警方不知道的受害人 为了报复才这样做 就这样周队带着汪豪再次来到村里 表面上是去学校参加全村举办的元旦晚会 实则是调查犯罪嫌疑人 可全村人就像伤乱好一样 关于杀人凶手的事情一概不知 似乎还很支持凶手的做法 王豪回去后 翻查着照片继续查找线索 却发现晚会上他去厕所时 不经意拍下照片里的电锯 跟冰河上出现的图案一致 他马上通知周队一起返回学校调查 可一进去就发现了厕所旁边敞开的地角 突然这是一个神秘人扛着一个人从大门跑过 周队二人马上追了出去 双方展开激烈的汽车追逐站 此时凶手为了摆脱追捕 又将汽车点燃汽车而逃 王豪见状立马跳进河中营救 周队则在上面接应 最后两人惊险过关 可受害者王建设却因为窒息身亡 这时周队心生一计 让医生配合放出王建设昏迷的消息 周队也通知了村长这件事 目的就是引出凶手 此时担心身份暴露的凶手 在凌晨时分也真的现身了 清洁工将一颗烟雾弹放进了暖壶里 正对着天花板上的警报器 随后通过鱼线将里面的拖把扯倒 刚好卡在门锁上 烟雾开始扩散 此时警报声传遍整个楼层 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过去 清洁工趁机来到了受害人的病房 正当他要回到了结此人时 王豪突然持枪现身 这是他跟周队专门设计的引蛇出动 可杀人凶手却异常勇猛 他先是将王豪压在地上 又将外面的周队顶飞了出去 眼看凶手就要逃脱 周队及时从侧门出现将其扑倒在地 再拿开他口罩才发现 这个人竟是村里的大好人韩明 他在村里不仅出钱修建各种设施 还亲力亲为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令周队他们没想到的是 韩明的真实身份却是翁杰 原来当年他们四人建厂 翁杰负责提供排污系统的专利技术 但另外三人因为排污系统花费太大 从来不肯使用 除非是上头来人检查 他们瞒天过海偷偷搞了另一条秘密管道 将污水排进了河中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翁杰发现了这件事 并威胁三人停止排污 可不久后他们一家三口就遭遇车祸 七二双亡只有他一人狗活 在他没完全康复前 就逃去了西班牙 他找了一个将死之人韩明 此人没有任何背景和家人 在整容成韩明后 他就回来报仇 并且一直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他想通过这样尽可能弥补他们所受的伤害 为了收集韩明的资料 周队的手下吴雪来到了韩明家 这时恰巧村里的李永胜来找韩明 吴雪表示韩明跟周队办事去了 李永胜又借口要用一下汽车的千斤 吴雪让他稍等一下 两人闲聊中 还是要提醒王豪哥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就掉过冰水里面 天一凉腿就特别疼 吴雪意识到李永胜也有问题 便上来查看 但却被李永胜从后偷袭 当李永胜看到桌上的资料后 似乎让他很意外 此时周队的电话响起 一旁的汪豪看到是周队的女儿来电 便接听询问什么事 可说话的竟是李永胜 原来他将周队的女儿绑架了 让周队将韩明带出来交换 带周队回来时 发现汪豪竟把韩明带了出去 周队马上打电话质问汪豪干什么 在得知消息后 周队劝他冷静点这样是救不了心仪的 但汪豪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他不想悲剧再次发生 他一定要救下周队的女儿 两人拉扯当中 李永胜突然开车撞向两人 周队两人直接被撞晕 韩明就这样被他救走了 周队二人醒来后 继续在后面追赶着 万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李永胜 双方一路发生猛烈的撞击 最后一起开进了冰河之上 周队二人再次因为剧烈的撞击晕了过去 李永胜趁机夺走了周队的手枪 然后拿出电锯 开始用电锯去开兵面 准备好一切后 他将韩明从车里拉了出来 突然一声枪响李永胜倒地 醒来的汪豪一枪击中了李永胜的肩膀 但李永胜用周队的女儿威胁 汪豪只能丢了手枪 这是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浮出水面 原来李永胜绑架周队的女儿 不是为了叫韩明 是为了杀了翁姐 李永胜亲眼看到了案发全过程 但他对所有人说那只是一场意外 而他所有故意留下的线索 就是让警察帮忙 查出这个销声匿迹的翁姐 没想到这个翁姐一直在他身边 还是他最好的兄弟 可周队却说翁姐已经认罪了 承认所有人都是他杀的 这让李永胜不敢置信 这时翁姐说出了当年杀他哥的原因 可李永胜却不相信也不想听 他逼周队赶快将翁姐扔进冰冻里 不然等会暴风雪来了 你的女儿可就危险了 这时汪豪拖着断腿爬向翁姐 周队不愿不敢做的事 汪豪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去做 趁着李永胜不注意 周队扑过去将他手中的枪夺走 却无意中看见了他手腕上的标记 这跟翁姐家中发现的领养号相一致 原来从小助养他的也是翁姐 李永胜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而从第一具尸体被发现 翁姐就怀疑是李永胜 他杀王建设也是为了替他顶罪的 翁姐这时起身来到了冰洞 他让李永胜对线沉默 说出周队的女儿在哪里 随即跳进了冰河之中自我了断 周队见状也一同跳进了冰河中营救 可凭周队一人根本无法救下一心寻死的翁姐 千军一发之际 李永胜跳了进来 两人合力将翁姐救了上来 而李永胜在说出心仪的地址后 最后他挣脱了汪豪 沉入了身不见底的冰河之中 至此全天完结